大家好 今天介紹這個 獵刀 比較知名的 薄一刀 這個是西方的 W49 西方刀劑公司 Western W49 的這個薄一刀 他也是一隻戰鬥刀 這個是 熊魚子的十四寸的大馬斯格刀 這兩隻都叫薄一刀 為什麼他的這個形式不太一樣 因為以前這個 金薄一刀的 刀的形式 並沒有流傳下來 因為他最後在阿拉摩戰役的時候戰死 然後他的刀就不知道到哪裡去 他聽說有兩隻刀 一隻是 比較漂亮的 有裝飾的 就平常戴著 那要 打獵還是要戰鬥的時候他要戴另外一隻 但是這兩隻刀都不見 所以 只能根據 口述 看過的人 去講 然後做出薄一刀的形式 這個薄一刀的形式 其實 大概有十幾種 每個都說他是Original的薄一刀 或是我這個是原創 原創的 設計的這種形式 其實 不知道 這一次不是 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說 這個薄一刀的磁法 磁法 這個你 大概沒有人教過 這個在 這個網路上 因為 這種東西是比較 比較特殊的 而且比較貼近這個使用範圍 也必須要 第一個你要是武術家 你才知道是怎麼拿這個刀 或者你只是拿來用 用久順手 這用 那種方法去使用 就是這樣 我們一期一期介紹 這個通常這個磁刀 因為這個 範圍很小 所以 沒辦法 沒辦法 離岸就是 不用擔心 已經到最 最小的範圍 我們這個刀 要拿順手 第一個 你一定要能夠掌控 就是說 有人講很 俗的講 好灰好死 就這樣 這兩個字 好灰 好灰 好死 好灰好死 你一定要能夠掌控 我們通常握招的時候 握招的時候 小支刀我們可以 這個用大拇指這樣扣著握 大的刀的時候就沒辦法 你一定要用整隻手來握 握刀的時候 不是要握很緊 而且很緊張 你看這樣這樣都不對 握刀 第一個你 這個刀要入手 要握 握握石 軟石 好像握一個軟石 就要輕輕的 但是 輕輕 不是用力 但是 輕輕就要貼緊 貼緊 然後用 其實握刀的手法 是用 後面三支 看清楚 後面三支在握 這三支握的話 他可以貼緊 因為他可以貼得很緊 所以你這個刀 不容易被搶走 很緊 這是他的藥 然後用 拇指跟食指來扣點這個刀 然後用拇指跟食指帶動這個刀 好 沒辦法 你看我這個刀花就知道 這個很慢的 我這個很慢 並不是很快 很快你看不久 怕把這個螢幕砍掉 有機會我要再做一個 這個 比較大的 能夠看到手的動作 那這個刀 要顯的時候 你要 怎麼去顯 很大的刀 這刀假如說很大的時候 他會很重 很重的話 重心就會跑到前面去 你就不容易掌控 這時候你就要 加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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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柄的重量 這樣 那通常 你看這支刀 你看 他重心在這前面大概一寸的地方 在護手一寸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很接近我們的拇指 所以這個刀很容易 你看 他很容易 操控 所以他這個刀就貼著你的手 你看手揮到哪裡去刀就到哪裡去 那你假如說你沒辦法掌控它的時候 你這個刀 你砍到哪裡去你可能會收不回來 然後被敲到別的東西 別人的刀還是幹什麼 這刀可能就會脫手 或者是說你砍 砍下去結果收不回來 砍到自己 我會常常會有這種親戚 那這種刀反而很危險 不太好控制 可能自己都會被砍到 所以你看這個刀可以這樣 就是表示說這個刀 其實你看我現在在揮 我不是用手 我是用身體的力量 用身體的力量可以 帶動 這個手只是一個功績 兵器是手臂的延伸 所以我這個 這個刀在幹什麼 他根本就是 這個手 跟刀 合我為一 所以我身體動這個刀就會被我帶動 他不得不被我帶動 因為已經握緊了 所以你看這個 你跟別人刀腳 對齊的時候 你是用前身的力量 去敲他的刀 他的刀不斷就要掉 這個是這個 密結的地方 很多玩刀的人 通通都不了解 老師沒教老師自己都不會 然後這邊亂斜亂敲亂打 就是 蝦子摸象 亂摸一通 這個刀截肋不是靠 純粹靠手 手腕的力量 有很多 老師 靠手腕的力量 這是不對 前身完全是不對的 一定要靠 身體的力量 當然你這是要練 開始是用腰力 最後是前身的力量 所以你這個 最後你這個刀要到哪裡去的時候 就是靠這個 靠你的 意念 你想砍哪裡 它就到哪裡 這支刀 這支刀上面有上油 所以打入四十九的刀一定 要保持 隨時都上油 尤其是在台灣 你在美國假如是 中西部的話 比較乾燥的地方 你 還可以不上油 像你在那個 內華達 內華達 或是說 米蘇里那個地方 Oklahoma 那地方你可以不上油 因為很乾燥 但是 在台灣的話 你一定要上油 不上油 可能一個禮拜就生氣了 這支刀就報費了 這支刀已經 被一個朋友買去了 所以這支刀 這是 最後一次機會 我展現給你看 你看這支刀的中心在哪 你看這支刀 我並沒有很快 我還可以更快的 只是怕 這個為了要 拍攝到這個刀 結果太靠近螢幕 把螢幕砍掉 所以你看這支刀 你看 我們這個 這玩刀的人 刀一拿起來 他就知道這支刀好壞 不避棄那邊什麼 灰一灰什麼 你看這支刀的中心在哪 他的中心是在戶手 看到沒有 就在戶手的地方 所以這支刀拿起來 你看這支刀 他就是 很容易掌控 聽到聲音嗎 他就砍到子 你看這支刀很容易掌 你這刀假如說握得很緊的話 你沒辦法 不可能飛那麼快 你一定要 鬆 但是緊 緊貼 這緊就是緊貼 這鬆 我只是手抓住而已 但是 沒有用力 這個刀就不會掉 因為已經貼緊了 貼緊 你看這刀 貼緊 我只要畫你就知道 這刀是多麼順手 這樣很靈活 握刀跟握劍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刀必須在虎口 然後你在底下的話 是在這個 然後你在底下的話 你在底下的話是在這個 第二指 指接的地方 就等於說這個刀就坐在上面 這種方式 我給你看一下 很多人握刀的通通都不對 那個刀砍出去方向都歪掉 你歪掉的刀 他在物理上 他有一個 叫動能 叫momentum 你收不回來了 收不回來 而且會收回來會很辛苦 這手很快就受傷 假如說很 真的在 砍人的時候 或是砍 砍這野獸的時候 這個 出的力量是很大的 刀 再看一個 你看他的他的重心在 你看 有沒有看到 這個重心 重心就在這 副手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這張你拿著 你看 你可以這樣玩 根本就 喔 你看這麼大隻的刀 14寸是很大的 刀 當然在兵器裡面算短兵器 但是在一般的刀 像獵刀有的6寸 前長6寸 這已經到了14寸 一般來講是不容易掌握 你看這隻刀 根本就 連在手上一樣 來 再看這隻刀 這隻刀也是 這隻刀他的重心 這隻刀 你看他 他也是在 步手前面一寸 再遠一點 這刀就很容易掌控 當然看人啦 看人 對不同的刀 你要感覺他的 要用手指去感覺 他的重心在哪 這刀 這刀這邊有那個 手指形的 這個 Cut out 他的切割 所以這刀 他抓住 就不會掉 很緊 非常非常緊 我從我從來都不會 死死窩道 從來 因為這是一種觀念 你的老師應該會 假如是一個武術老師 他會教你 像那個我們使劍 他叫 手心空 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劍 劍意死 這個 就是你 拿劍的時候手要空空的 不能 不能緊 這刀是這樣 刀你一定要貼 不能用力 如握 軟石 好像你再握一顆石頭 你看 探索口的地方 那劃下來的話 非常直 好 經驗一下 我再見